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三十九集 好在他也有帮手 前后吵了半年 为了劳劳劲儿 才把这事儿给平了 前阵子 朝堂上又为着两宫太后的待遇问题闹起来 皇帝自然希望为生母要求更高的待遇 可一帮文臣不答应 说先帝临终前 与满屋故命 曾有口遇 待生后要善待皇贵妃 一概典仪 接与皇后同 其实当时老皇帝是病糊涂了 眼看着要厌弃了 婚臣之计之计的长年相伴的得妃 按照现代法律观点 这种情况下的口头遗嘱 其实不能算数了 足足吵了半个月 皇帝气得咬牙切齿 那群家伙非但寸步不让 还口口声声道 要以年资论算 要求让盛德太后住到更大更尊贵的东方厚点 当时正开着小差的老耿 为皇帝偶然点名发言 他意识不善 顺口说了句 亲娘自然比不亲的更贵些 这话痛了马蜂窝了 老耿同志当即招来火山灰一样 铺天盖地的赤则痛骂 不学武术 不通礼仪 荒唐无知 这还算轻的 严重些的 直接说他居心叵测 用意不轨 可怜的老耿同志 被骂得晕头转向 文不守舍 据说是被钟大友扶着回家的 根据顾廷叶的揣测 皇帝其实很同情老耿 在明峰淳朴的署边 常见的解决模式是快以恩仇 有问题大家一起抛刀子上 三刀六个洞捅完了事 估计老耿同志没怎么见识过文官的这种攻击性极强的生物 他们大多外表四门如雅 内心凶惨刁悍 从不动手 坚决动口 一只突笔能把你从祖宗一直骂到小姨子家二舅的侄子 最近逛了趟青楼没给钱 是绝对的杀人不见血 第二天 参踏的奏本就跟雪花片一样飞向内阁 按照古代宗法理教规矩 血缘上的妈没有礼法上的妈要紧 倘若树子有了大成就 也是嫡母受宝奖告命 没了小妾妈什么事 倘若非要让小妾妈也荣耀一把 那也得先嫡母再递捡到小妾妈身上 老耿很冤 他根本没有跟强大的礼法对着干的意思 其实仔细分析 皇帝家的情况并非如此 圣安太后不是从非籍直接进击太后的 她是明镇典礼的册封过皇后的 反而是皇贵妃是从非籍跳级为太后的 她又没儿子当皇帝 凭什么 那帮文官明显是混淆视听 抓住了老梗的一处把柄就缠起缠巴 吵闹不休 一句话牵扯到十万八千里外去 当初新帝抚奔机 就是一时没扛住他们的人海战术 被难天的唾沫星子迷昏了头 册封了两宫太后 如今后宫处处撤走 向来一时悔之不已 但愿有人在后头点拨了一番 皇帝想明白后愈发坚定立场 为了亲娘 也为了自己以后的日子很好过些 便是圣德太后去太庙哭先帝了 她也一个字都不可让 一口气罢免了五六个 特别冲锋在前的官员 又降了十余个官位 这才打压下那一股子人的气焰 顺带把圣德太后病倒的罪责 也甩给那帮家伙 罪名是挑拨添加情分 居心不轨 此在大圣 只可连老耿同志至今还称病在家 又捏着不大感出来见人 不过姚格老说了 这种硬白功夫不好多用 这次皇帝多少站这里 况且与真正的设计利益牵扯还不大 还若皇帝回回都已施压人 那名声就不好听了 明兰点点头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 姚格老这话到点子了 还是应该多听谏言 多采纳臣子的意见 群策群力才好 毕竟皇帝和顾廷叶这群人历史尚浅 许多国阵还在学习中 东南西北民情诧异极大 官场派系分散 倘若一意孤行 万一坏事了 连个推唐的借口都没有 全是皇帝你一个人的错了 于是顾同学只好奋发了 为了不让皇帝失望 更为了不重蹈老肯同志的负责 他晚上要多看文字卷宗 分析揣摩 上班时提着精神 听读书人掐架 一刻不感谢呆 下班回府 还要去他那冤家大哥那儿哭铃 就算挤不出眼泪 也得干好养生 意思一下 这样子不一语才怪了 好在他是个极聪明的人 待他那死鬼大哥 慢七七前后 他一刻在嘲论时插两只嘴了 而且按照姚格佬的话来说 插嘴的十分有水准 几天前 朝堂上一起延误话题 这些年来延误混乱 丝颜尘封 官员收不来税 丈母坐得天衣无缝 上下一心 先帝曾派过几拨人去查 不是无功而载 就是把自己陷在那儿 最后坐着囚车 回京复命 当今皇帝 想要整顿 百官照理 争吵不休 大致意思是 不能折腾了 一闹起来 千丝八疼的 顾廷叶听了足足一上午 带了那个嚷嚷得最起劲的 一脸谦虚的问道 先不论其他 只问这延误到底要不要整 那官员 占了半天的脸皮 又啰嗦了一大堆 后果呀 影响呀 难处呀 顾廷叶于是又问他 那你的意思就是别整顿 就让他烂着 无论那群嘴皮子 怎么绕话 顾廷叶只问一句 于国于民 到底该不该整顿延误 延税占国库收入五分之一 如今 连五十分之一都没有 延误 泥烂至此 哪个官都不敢说不整顿 一时朝堂默然 见此前行 皇帝气势打正 很好很好 既然大家都认为 应该整顿延误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怎么整 太谁整 是许许图之 还是快刀乱麻的问题 灵兰非常赞赏 顾廷叶果然很伤道 还没写两天策论 就知道分离辩论法了 不过带到朝堂上讨论起整顿延误的人选时 明兰又不免赠赠 你 想去吗 顾廷叶挥秀 端坐于太师椅上 还笑道 我今早就与皇上说了 这种细致活 我做不来 明兰拍拍胸膛 大大松了口气 古代女人 真难做 既不愿老公当海瑞 又怕老公 骗颜松 最后还是谈论那样的 忠义朗全部说 故旧变天下 还能高观后路的善终 最后 敷衍子孙 顾廷叶瞧他这样 笑着捏捏他的耳垂 温言道 你别忧心 皇上此次是瞧准了的 年前的两怀冰浪刚过 各地位做驻营换了好些人 都指挥士一级 大多是效忠皇命 皇上这才决意动手的 宁兰抱着男人的胳膊 笑捏捏的 像朵切牛花 把脑袋 挨着他浑厚的肩膀 低伸道 只要你平平安安的 什么荣华富贵 我都不稀罕 语气柔软 身子温软 顾廷叶只觉得 心头痒痒的 揽手 搂住宁兰 目色发暗嘴角含笑 一只手慢慢的往腰下摸去 明兰按住他欲往下的手 脸色发红 正扶着其摔呢 没有一种避孕 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何况这会儿 他正值危险期 顾廷叶沉着脸 抱着明兰 揉了半声 终于直起身子 大步往外走 照大周朝的礼法 狄亲兄长过世后 弟弟们要付一年的起衰 不胀期 时为九个月 可顾廷 不是一般的长兄 而是顾死宗子 习猴爵位 曾位数家长级别 所以头三个月 为重小 净房室 挺艳艳 但乐想 如花似玉的老婆当前 看得吃不得 摸得动不得 眼看着猪式的肚皮 一天天大起来 男人脸黑如锅底 更劫自己身来 就和秦家八字不合 某日东昌侯府来邀 请了他母夫妇去品茶 长心梅 自遭到了断断拒绝 太夫人红着眼眶 寻明兰说了一通 侯燕 着实太难过了 明兰如此解释 激痛于心 难以怯怀 竟连白灯笼 也见不得了 独物思人 就怕想起了大哥 会伤心 太夫人胸口一闷 想起最近的事 更是愤懒 险些又晕过去 安抚完体弱的婆母 明兰悠悠哉的 回了成员 写得了盛家报信 说长白要外放了 约月底就走 请六姑爷和姑奶奶 回复一续 明兰满腹疑虑 我记得 要外放的是爹爹啊 怎么成大哥哥了 顾廷叶斜靠床边 手持一卷书 诗笑道 老太山倒是心明眼亮 也不读深时期 这个老狐狸机灵 话说 这位镇坛不倒翁 也是个人物 放哪儿都不得罪人 机会看皇帝的眼色 又能把握百官的暗潮 新皇帝使着破绝 手感有错 但进来的官场 越发的不好换 不是得罪这边 就是得罪那边 不是得罪朝臣 就是得罪皇帝 未年晚节不保 领老灾阴沟 深时期从年初就开始上折子 起骸骨 皇帝自然不同意 深时期索性装病不出 一病就是半年 期间躲过了两场空前激烈斗争的朝议 公开矿工 皇帝拔河拔不过他 只好转奏 照皇帝的预想 与其来一个不得心的手辅 不如叫着老滑头 继续干着 待时候差不多了 顶上自己的心服即可 皇帝信中的姚大人 竟累了不久 资历尚浅 深时期这时候撂条子 皇帝信中的人血 还顶不上 能顶上的 皇帝不放心 老狐狸很上道 疑惑了转奏 立刻向皇帝推荐了个人血 波云诡决的朝堂中 皇帝一眼就瞄见了半磕水状态中的卢老大人 得了 就你吧 这老家伙 顾廷也提起他 就免不了咬牙切齿 其实卢老大人比深时期还老 人家就战然多了 再说说 再做做 只要皇帝不讨厌他 他就为国贡献到棺材 临走前 深时期 把最看好的一个侄子和一个孙女婿都外放到安全的地方上 朝中有他的外甥和男生看顾 精神抖擞的办完了这些事情 他才一副鞠躬尽瘁的劳心模样 奔上了回乡马车 大约是圣红从卢老大人那里听说了什么 或是自己看出了什么 觉着与其教刚入镇坛的儿子被牵扯着 淌进浑水 不如先闭一闭 看看风向如何 念得折了大好的前程 顾廷也十分赞成 以他官位显赫 圣卷龙后 且武将不大赦朝义 都尚有人下班 何况顺长白 大旧长一遍 只一遍要选 亲爱的亲路朋友 本集获奖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